中国在年底动作非常强硬 秦刚担任新的外交部部长 其实大家没有了解一个背景 秦刚到了中国驻美国大使 到现在 至今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没有见过秦刚 就不去见秦刚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罕见 然后中国现在辽宁舰冲击关岛 这可能就是一系列的年底的动作 代表着中国根本就对于美国这种傲慢 展示自己能力 秦刚是去年底 担任驻美大使不到一年半 但是经历了美方的一系列挑战 也就在这一年半 所以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种种冲击 它是直接的见证 美方尤其是布林肯 他现在外交部 这个头对吧 故意怠慢中国外交官 到现在都没有见过秦刚 然后秦刚将要成为中国外交部部长 你说你见还是不见呢 你肯定得见 那你看中国用这么一个 你布林肯不愿见的人 我去当外交部长 你见还是不见 实际就是咱们想想 咱们说布林肯 咱们一直说 准备就在中国家门口等着 随时准备去 就让你中国妥协 现在你是进了还不进了 见还不见 你见就非常尴尬 你想想 你说秦刚能向他妥协 我觉得现在 美国人才尴尬 秦刚当外交部长 美国布林肯非常尴尬 心心念的想要见王毅 结果王毅 已经是不是外交部长 那就是你得见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秦刚你当年是一眼都没见过 非常傲慢 去年7月29号 美方根据疫情规定 秦刚大使只能向美国国务院 李宾斯书面递交 国书副本 还和美国国务院二把手 舍曼见过几次 虽然白宫说 与秦刚有定期会面 但是也是和一些部分官员的沟通 就根本就没有布林肯 这个体现什么呢 体现了美国与中国的合作 一直是傲慢的 所以现在最尴尬的就是 布林肯心心念要去趟中国 实际就是他到中国 就代表着中国妥协了 很显然这就是去还是不去 你见的是更尴尬的 到美国这一年多 你都没见的秦刚 你说你见还是不见 是不是美国人非常尴尬 布林肯我觉得现在如梦初醒了 他怠慢的是秦刚 现在人家是外交部长 是你的直接的对手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趣的 他会不会补救呢 对吧 咱们又注意 美国会不会补救 赶快向秦刚表态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啊 这个啊 作为一个外交官 尤其成熟国家的外交官 这个布林肯能做出这种啊 这种傲慢 我觉得也不奇怪 就证明美国的霸权主义 已经根深蒂物了 别看着这个文治彬彬的啊 实际满骨子啊 这个都是这种傲慢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方打击美国傲慢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就是辽宁剑 其实很多人没注意啊 这个辽宁剑现在 这个去这个关岛 他在干什么 咱们讲了 他就做这个攻击状态 对吧 对关岛进攻击 但是这是什么呢 这如果要从咱们之前讲的导链看 这不就是解放军冲击二导链 突破二导链吗 非常清晰的一个现象 就是解放军已经是在冲击二导链 突破二导链了 那就说这个一导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 中国解放军已经是要冲破二导链风了 我觉得这个辽宁剑啊 包括秦刚大使 让美国人布林肯尴尬 这代表解放军不屈服 中国不屈服 你布林肯心心见上 让中国人妥协 中国人绝不屈服 包括现在拿这个疫情 开放各种各样的 这个签证问题 是吧 包括疫苗问题 到处找中国麻烦 这背后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要中国妥协 但是中国不妥协 咱们回顾一下中国这个辽宁剑啊 现在突破二导链 这个封锁的这个行动啊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行动 日本作业队说呢 应该是解放军的辽宁剑五天训练里边啊 向南开复至关岛以西菲律宾海啊 进行了三天训练 那这三天就是模拟攻击关岛 辽宁剑呢 距离这个关岛西北海域啊 距离应该是在618公里左右啊 那600公里 其实就是辽宁剑 歼15舰载机最佳攻击半径 这就意味着 中国海军将关岛已经置 至于这个辽宁剑打击群的攻击范围之内啊 中国海军可能正在展开对这个岛的攻击 模拟攻击 虽然美军方面没有对辽宁剑编队在西太平洋的活动 发表任何看法 但是美国媒体一致认为啊 应该是确认的 就是中国航母对美国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已经发起挑战了 就是二道链 他这个1945是直接发表一篇文章啊 说这个中国海军是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说现役的辽宁号编队居然在关岛附近游异 而关岛是美军西太平洋最大的军事基地 他这个事实表明什么 他讲了一下事实啊 就是两艘051艘052D 一艘054护卫舰 一艘901补习舰 先在冲绳啊 东部进行演练 冲绳也是美军的重要的这个驻地啊 然后呢 演艺期间辽宁舰进行了大约264的起降 这个期间日本派军舰啊 战斗机进行应对 游战期间辽宁舰啊 在这个啊 晚些时候进入到关岛西北618公里海域 然后呢 返回啊 这个冲绳附近 中国官方宣布啊 这个海域是此前从没到达过的啊 现在应该是如此靠近所谓的美国领土 让美国人非常担心 尤其是这个行动对美军第七舰队啊 现在这个第七舰队没有做过任何回应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回应也就代表他现在非常紧张啊 中国海军这个行动就是向美国展示他这个军事实力啊 他就是很简单 我可以突破二岛链啊 这个二岛链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不就是关岛吗 所以关岛有安德森基地 包括啊 军港啊 航空站 这是美军在西北洋唯一的战略轰炸机的基地 包括核潜艇基地 对解放军而言是至关重要 我为什么说这个打掉关岛啊 对美军的而言去基本上是送了命的 大家想想这个冲绳啊 包括日本的这些海军基地被打掉 关岛的海军基地被打掉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军的核潜艇啊 他要航行一万公里回国啊 回到夏威夷 因为什么 因为在中途只要出事 他没有任何的基地可以给他补给 对吧 或者你去马六甲 去奔这个迭格加夏啊 而现在在什么呢 在这个周边 他没有任何呢 就近的能够给美军核潜艇 就即使他完成了 美军核潜艇完成了 所以对中国啊 武统台湾整个的攻击任务 然后呢 他活下来了 但是很显然 他最后也活不了 为什么 他要航行一万公里 那这个事就非常明白了 他就尽量的要避免自己被发现 受损 一旦受损 他就没人能救掉 大家知道这个核潜艇 他有个问题啊 他是核污染物啊 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啊 这个核潜艇啊 他本身就是 如果一旦遭到攻击 他会污染这个区域的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军核潜艇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 一个核武器 他不会轻易的让这个核潜艇啊 轻易的进行攻击的 一旦被发现 那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所以非常清楚 我只要打掉关岛的美军的核潜艇基地 美军核潜艇就不敢 他不敢露面 因为他只要发动攻击 他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啊 没有任何办法逃脱的吧 因为这就在一万公里外的这个基地补给了 他就没有办法进行维护保养 所以你看啊 这个美军是关岛非常重要 二岛链现在他没有办法封锁了 所以咱们看到辽宁舰编队 现在准备攻击关岛 突破二岛链展示这个能力 目前关岛呢 确实没有装备大量的 大射程的反舰导弹 辽宁舰在距离关岛600公里外的海域呢 还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现在他没有部署任何的这些 反舰导弹 歼15能挂载这个KD-88 对吧 巡航导弹 英机91反辐射导弹 攻击关岛的这个军事基地 用的就是舰导弹 另外呢 05-05RD 英机 18反舰巡航导弹 还有长舰时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这两款导弹 对600到2000公里外的地面目标 能够精准打击 对关岛防御极为严密的这个高价值目标 也有杀伤力 现在05驱逐舰还可以攻击啊 这个关岛的这个海军基地啊 其实就是啊 主要的就是将这个美军的最重要的核攻击能力啊 直接清零 更不要说他这个地面上这些所谓的炸炸红炸机的跑道了 短时间内 他还能利用这个英机21高军导弹进行攻击 那辽宁舰编队可以向关岛发射上百枚导弹 就是现在啊 这辽宁舰这个编队 那就重创美军关岛基地 这样的话呢 如果美国现在是啊 视关岛为美国领土 显然是有位常识啊 关岛首先原始居民是叫查莫多人啊 后来那个岛陆续被西班牙 日本美国占领了 这个是属于联合国城的非自治领土之一 是美国海外属地 但非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领土啊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根本就是被美国托管啊 但是不是美国领土啊 是算是一个海外领地啊 属地 那就是说 这不是美国真正意义上领土 就在中国辽宁舰航行至关岛附近海域之后 五角道楼就宣布了关岛防御计划 这个高调宣布啊 对关岛袭击 就是对美国本土袭击 会遭到同级别待遇 很明显咱们讲了 美军这话啊 自欺欺人 首先关岛也不是你本土啊 还有就是什么呢 你的这个 你的反击的所有的能力都在关岛啊 就被清零了 你怎么报复我呢 你用核武器报复我吗 你的核潜艇可能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关岛基地没了 第一时间就往家跑啊 也得跑一万公里啊 也够累了 咱们说那个美军的航母是吧 航行了三十多天回去了啊 所以实际它是什么 它是心虚 它知道啊 用这种方式警告中国不要打关岛 当然这个绕不开什么 绕不开咱们中国武力的升级啊 实际这个高度威胁 美国人在 进入台海的时候 他会考虑关岛问题 就一旦跟解放军开干啊 那他也必须要考虑关岛安全 就是进一步干涉中国统一 他要付出代价 很显然美国啊 关岛美军的大本营会不会被解放军解放啊 这其实就是咱们中国对美国下狠手 那你看美国人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青钢啊 到现在也不见 谁就傲慢吗 那他再怎么傲慢 真正的面对威胁啊 我觉得他也不会选择傲慢了啊 中国这次解放军 抵禁关岛航行突破二道链啊 只是开始啊 后续呢 可能随着解放军的未来的航母能力啊 包括未来的咱们这个福建号啊 航母的能力增强 咱们胆子只能越来越大啊 未来没准真的去威胁夏威夷啊 大家想想 如果是威胁夏威夷的美国航母啊 包括美国的这个核潜艇啊 咱没有必要去攻击他了啊 就放在他岛 放在他这个海上 就让他去这个寻找基地 补给基地吧 实际就是你 你只要伤害他就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去击沉的 为什么呢 这个一万公里 他回这个美国本土去补给啊 或者去救援 来不及啊 半道他就自己就死 瞧瞧 没有这个关